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画 又是新的一天,梅雪看着报纸在和金田一讨论怪盗生事又犯案了 下面传来吵杂声,原来是和全被两个太妹欺负,金田一帮忙解围 过后,和田对金田一说自己今天要转学了 还有什么话没说完,但是看到梅雪就跑开了 一个月后,坚持拜托金田一帮警部破案 有一张预告状送到了普生钢山画匠家 坚持邀请他们一同前去 到了普生的豪宅,只是招待他们通知今晚会有一场熟人的晚会 一进入大门便看到得奖女话,我心爱女儿的肖像 画家普生说晚会就是要介绍她心爱的女儿 女儿一出现,马上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太美了 女儿看到金田一马上上前打招呼,原来她就是和全 由于和印象中有点落差,金田一开始也没认出来 有一位叫吉良的画家,有些嘲讽地说和全可未必是轻声的 吉良原本被称为是普生的树敌,不过最近都在喝酒没画画了 天文学者和九田也保持怀疑,毕竟普生都没结婚,突然就更出了个女儿 看来是为了遗产 医师小美出来原厂,过后和全带他们去院子散步 院子的另一端有薰衣草三庄,也就是做画室 不过普生没有在做新画后,那里就成了画廊用途 只是载他们过去,由于普生不喜欢拥挤 这部改装的超级豪华车变成了他去任何地方的交通工具 要是不行需要十分钟 和全说狗狗每次一来到这里便显得有些躁动 也许是不喜欢薰衣草的味道 不过爸爸最喜欢薰衣草了 突然他们发现爸爸的自画像不见了 警察河内接到报案抵达,一边嘲讽坚持半事不利 这时小狗又躁动了,金钱一自信地说道犯人就在这里 然后小狗对着何九田狂吠 金钱一解释,小狗不喜欢薰衣草的味道 由于做画室前有警卫,盗贼只能穿过薰衣草从后门进 因此身上沾了薰衣草味道的何九田就是盗贼 何九田无奈只好承认 他只是不甘心,普生的画全部都被和弦带走 并且说自己不是怪盗绅士 这时美术杂志记者正记称赞金钱一果然名不虚传 过后何九田怎样都找不到自己藏起来的画 无妙的是,画被挂了回去 而且怪盗绅士留下了一封挑衅了信 晚上直视书说,这幅画曾经被怪盗偷走又被送了回来 半年前这幅画被怪盗寄到了国际画展的审查委员会 原因是他想让他获得应有的名誉 这幅画是普生想象着幼年时失散了的女儿 现在的模样而画的 普生当年还是个卖不出画的画家 何全五岁时妈妈和别人结了婚 妈妈一言是失踪了的爸爸并不是他真正的爸爸 后来何全在杂志看到照片主动联系 而且自己身上也有一样的胎记 隔天怪盗真的盗走了我心爱女儿的肖像 众人急匆匆赶到何全房间 何全的头发被剪短 怪盗留下信表示 画中的长发少女已经消失了 画的主题已经确实到手 过后静田一分析画应该还在房子里 如果范人是从外面进来 他应该是要敲碎靠近锁的玻璃 好方便开窗 不过却是敲碎中间的 原因就是 他是从里面打开窗口敲碎的 为的就是误导大家 也许怪盗就混杂在晚会的出席者中 何全过后向大家说明 他看到一个高大的黑影 然后就被熏晕了 静田一看到性感医师的肖像 只是表示 医师曾经做过模特 而普生只会画自己看到的东西 夜晚 医师提议普生杀了何全 普生说现在还不是时机 医师便决定自己放药杀死何全 殊不知危险在身后 之后大家发现医师的话不见了 而医师也死在了喷水池里 就这样八轮里少了一人 根据坚持的调查 其余的几人都有经济问题 可说都有可疑 何全在五年前失踪了养父 也是一位画家 虽然大家都说他有才华 但是却根本没人买 吉良复合这个行业就是这么黑暗的 没点关系是无法成名的 在15年前 普生抢了他的灵感在大厦一夜成名 吉良认为普生没有才华 肯定也红不了多久 然而就在五年前 画风突然变了 吉良不相信普生能够画出这么美妙的画 隔天一早 只是接到普生的电话 惊慌地说自己在薰衣草庄园 金田一等人立马赶来 发现普生的自画像不见了 果然普生死在海边 经过建制调查 所有人当时都没有离开过本馆 这时金田一发现何九田偷了一堆复制品 看来是打算盗窃装品准备替换 一般当货卖了 便会将复制品装饰在家 金田一好像想到了些什么 询问只是装饰在这个家的复制品有哪些 晚餐时 建制通知大家明天可以离开了 何九田身为普生子而原本可以继承遗产 半路杀出何全这个女儿导致什么都没了 他要求何全给他复制品 至少能够卖点钱 何全答应了 这一切都在金田一的计划中 怪盗三世把心爱女儿的肖像 藏在复制品当中 深夜来群回时 被金田一等人逮个挣着 不过怪盗三世可不是省油的灯 他并不是真的真迹 只是伪装他的样子 另外杀伦这么低级的事不是他做的 而且把画记给画展的也不是他 希望金田一帮他洗脱罪名 说完便乘上直升机帅气逃走了 然而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金田一早就把画掉包了 警方已经判定违规到城市杀人案 其余人明天下午便可以离开了 但是金田一清楚真正的犯人还在这种房子里 剑齿提供了一个线索 普生临死前被蒙上了双眼 然后在与天文学者何九田的谈话中 金田一想到了什么 打电话麻烦五目明天一早到日本最南端的岛屿 隔天金田一在普生的苏苗本发现了什么 金田一召集大家 说明犯人的目的是杀害普生何医师 但是发生了一件意外 怪盗生事真的出现偷走了我心爱女儿的肖像 犯人只好袭击何全 为了让接下来的谋杀能够合理交货给怪盗生事 首先犯人把这幅画寄到大赛 普生被逼发表自己有个行踪不明的女儿仪式 这幅画是以有男时之心的天空为背景 只有在赤道附近或者南半球才能看到的星座 从不坐飞机游轮又只能画亲眼目睹事物的普生是如何画的 因此金田一推测 此画出自别人之手 金田一拜托五目到波照监导调查 那里是日本唯一能够看到男时之心的地方 在那边的医院有个失去记忆的男人画下了这幅画 而他就是普生的影子画手 潜入济穷的普生找了无名画家带画 贪得无厌的普生使用药物囚禁画家让他为自己画画 失去利用价值后便把画家送去医院 而帮画家办理入院手续的便是医师 画家在三个月前已经去世了 在普生的素描本发现和拳12岁的画像 顺上并没有太记 这幅画里有太记 代表画家是看着和拳画的 当然就是和拳 案件最大的谜团不在场证明也解开了 和拳蒙上普生的双眼 绑在后车厢 放上薰衣草 然后打电话来本管 普生由于闻到花香 误以为自己在薰衣草原 然后和拳将他就地正法 当大家赶到薰衣草庄园 和拳独自留在车上 趁机将普生的尸体丢下悬崖 和拳终于承认自己杀了他们 影子画家是他的父亲 五年半前父亲突然失踪了 父亲也因为担忧过度而病逝 自己努力调查终于在一年半前找到了父亲 但是父亲已经失去了记忆 也无法与人交谈 只知道画画 后来父亲去世了 自己发誓一定要为他报仇 和拳最后也选择结束生命了解此事 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记得留守我的频道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